这个有一个声明了啊 你看正光新闻也报道了 说驻法使馆发言人谈话啊 驻法使馆表态 说这个谁是谁是个人的观点 我就不太理解啊 这个这个使馆老大不就是他吗 是吧 那么这个使馆的态度也就是更大老大的一个态度了 那更大老大的态度和这个 这个卢某某的态度肯定是不一致了 要不说他是他个人的说法 不是这个所谓的官方意见吗 然后下面都是赞美这个卢大使 像这个司马三纪啊 像这个都表扬说这个杨梅又是杨梅吐气 你不得不说他好像说的有道理吧 要这么多的人赞美吗 我个人认为他说的他说的没道理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雇员和他的这个老板呢 这个意见不一致 这个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但一般的这个情况就是 也存在着可能他要被开除的可能了 就是 就是你 你想的都不一样吗 你是 谁在 谁在这个受委屈啊 你执行的肯定就不利啊 就替换掉了 那这个想法好像没有人说呀 是吧 这个我觉得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吧 这个难理解吗 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向右 结果你是向左 所以说你也别为了这个事 你为难了 是吧 我换掉你了 我要找一个也支持向右的人 来给我干这个活 说难听点 要不叶凤扬伟那个事怎么解释啊 说到叶凤扬伟啊 就是清朝的第一任驻英大使 叫郭松涛 这个郭松涛的这个日记啊 曝光了 曝光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郭松涛这个人很割裂 他给慈禧写的这个报告里面 都是说英国这里不好啊 那里不好 他自己思念日记里写 他说这是三代之治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那个东西 说让他们给偷来了 他们这里给实现了 完全是两极的 判断 就说郭松涛这个人回国以后受到打压 说他就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有人识破他了 好像有点通敌卖国的那个意思 这就是郭松涛 这些个历史啊 很有意思 嗯 这就是郭松涛这个人回国以后受到打压力的东西 这就是郭松涛这个人回国以后受到打压力的东西 这就是郭松涛这个人回国以后受到打压力的东西